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有很多人总是会问我 老师这一次选举谁会当选 每次我都说我哪知道 这个是看天意吧 这个不是看个人八字 这时候很多人他就说 怎么会这样 怎么不是个人八字 当皇帝 对不对 当总统 他们都要有那个命格 你要了解 或许在古代 你要当皇帝 要有那个命格 但是在现在很多 大多数都是靠选举 你只要是靠选举的 这个跟命格没有关系 因为是大多数人选择出来的 所以这时候是要看 你这一个选票当中的 一个运势的一个分布情况 所以 假设 好 我们现在1000万的选票 那1000万的选票 很有可能有200万 他是属于财运非常好 有300万 他是官运非常好 有500万 是破财的 这500万 是不是居于 那个选票当中 是最大群的那一群 他就会去选出一个 破财的领导人出来 这个就是一个选票的结构 并不是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八字格局 他才能够当选 没有那一回事 否则的话你去看 每每只要到选举 为什么有的人说 这个人的八字他可以当选 有的人说 那个人的八字他才可以当选 为什么会两极化 各位 结果出来 要嘛不是A当选 就是B当选 那还会猜错 各位 其实并不是他们当事人的八字 会让他当选 而是选民的八字结构 他们现在正处在 是属于哪一种的情况 假如现在大家的运都刚好 都属于财运很旺的一种情况 他就选一个财运很好的一个 八字 总统出来 领导人出来 这时候这个领导人 因为财运很强 所以他随便做 这个国家就 经济就起碑 大家就一起享受这个经济成果 假如就选了一个 日主授克的总统出来 这时候各位就会产生 因为日主授克全部都不顺 这个国家可能就乱七八糟了 所以各位你就要了解 领导人对于一个组织里面 他是最重要的 因为他会影响到整个组织的一个发展 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可是这个领导人又是什么出来的 是由底下的人选出来的 底下人的运势 就会特别特别重要 所以各位你就要了解 他们的一个互相的一个关系 并不是这一个人有运 他就一定可以当领导者 没有 看他这一群拱他的人是怎么样 了不了解 各位你就会说 那不是大家的八字都是固定的吗 这边就要跟各位讲 大家的八字是随时在改变的 所以要看选举年的那一时候 我们常常五行派不是在跟你讲吗 你的运势是会改变的 所以同样的道理 看选举年那时候 每个人的八字 到底是哪一种的组合力量最强 那一个就会胜出 所以当这个力量胜出的时候 他选出来的领导者 就会是这一种类型的 这个你可以说他叫做国运 也可以 你问我说到底谁会当选 其实我都是笑一笑 我说我不知道 是人民想要选谁 就是选谁 而人民为什么会选他 其实就是在这一种 每个人八字都在转变 这时候会找出一个 最大的力量的那一个八字的组合出现 那时候就是代表 这时候因为是数量最多 所以他就很有可能会选出这一种类型的 领导者 是福是祸 那就不清楚了 这时候 你就要等到这一个领导者 他上台以后 你再把他的八字拿出来看 他的八字很好 我们自然就会有底 说这个国家会走上一个 不错的一个方向 只要一看这个八字很烂 那就知道 国家准备要走向一个很乱的一个地步 所以各位你就会清楚的了解 靠选举在选的时候 谁会上台 不一定 是由底下的这一群在选举的人 他们每个人的运程总结起来 谁的力量大 然后等到选出来了以后 再看这一个人被选出来的领导者的八字 是什么的情况 他就会决定 这时候才会知道 到底选出来了是好的还是坏的 选举 他也是有八字的一个基因在里面 可是这个八字的基因 并不是在这一些候选人身上 而是在选票的结构里面 到底现在是属于哪一个是最大力量 那个最大力量的 自然他就会选出相对应的这一种候选人 所以说真的 为什么大家都是命理师 每个人都学有专长 可是往往在预判 这个会荡选 还是那个会荡选 却会出现两种极端的现象 可是各位 那个都是猜的 所以以我来讲 我根本就不会去猜说谁当选 而是 我知道 重点是在这里 我哪知道 全部人的八字结构是怎么样 当然我不知道 所以我怎么可能会当神算 我也算不出来 这个就是选举背后的一个八字现象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